根据外父母、国民健康署对这把空情的最新癌症定期报告的资料现实 台湾体系突充4分30之秒只有日感应报癌 比这把空流人的时间只有变化了10之秒 其中太重癌2013年在10台癌症当中最多因报率 有的报告当中提到这把发现 同时还发现新发癌症的因素是日晚61313 比日把空流人的时间加了4443 今年从安排名又来最新统计 回见数公布日把空情的今年十台癌症发生素排名 前三名分别是台中癌、西癌、韩国五十年癌 排名出现变化的是 自旧减癌独日把空流人的提示日面 涅到千十名 十头癌独日到提示日面 推到十日面 台中癌独日年三十三年排名提日 但在昨日的是台中癌 国癌的发生率都更大 我们国内复生癌、西癌的发生率是增加 年纪越大的时候发生受限癌的机会越高 不还好你看他的死亡率是 如果早期发现 基本上成功率基本百分之百 女性飞泻癌的部分 我们看到这个好像是跟族群会有相关 特别是在亚洲来讲 特别是女性来讲 这个都跟国际上是不太一样 这个也是需要更多的研究 博国经理部分析国后发现 我们性QQ的发生率是昂性的十点八卦 实际我们的发生率是昂性的十四点八卦 所以国际数区调 天气次见 QQ的失望率做得共大度两三六 现在的筛检可以减少癌症的发生 那这个是一个筛检的一个成效 那当然是还有包括说口腔癌的部分 那大家最近也蛮担心是有关 冰狼防治的一个议题 那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在年轻族群 冰狼口腔癌的发生率也是下降 下个新闻